然後說 他台 對啊 呵呵呵呵 關我按贊跟訂閱開小鈴鐺 FD可以看小嫻的照片 FD可以下載我們的GD唷 那影片要開始囉 大家好 我是小嫻 今天要分享什麼呢 今天要分享的是 算關於這個分享我想法系列的東西 今天要聊我為什麼要拍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的影片 是分享我關於生活的東西的想法 或者是我來台灣以後的經驗 所以留言的比較多會講 他眼中的台灣是怎麼樣 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然後在我頻道 惡意留言的算很少 我有一兩個而已 但是拍這個以後 有看過幾個留言是說 我是哈台嗎 你明明就是韓國人 為什麼說台灣好韓國不好這樣子 也有人說 你是為了紅一直講台灣好嗎這樣子 我先說 我影片裡面根本沒有比較過這兩個國家 完全沒有講過韓國不好 哪裡比較好這樣子 然後說他台 對啊 呵呵呵呵 我超愛台灣啦 所以我才會 為了留在台灣 這麼努力嘛 但是我也很愛我的國家呀 但是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我當然很愛韓國 所以我兩個國家都是我最愛的國家 但是兩個不一樣嘛 一個是我的母國 然後一個是我想租的國家 我當然兩個都很愛 然後我也知道 拍比較的東西的話 會更多人看 更多討論度 但是我想要拍的影片 不是那種東西 我想要拍的主題 我想要分享的東西是 我來台灣住酒 才會看到的一些東西 一些事情 然後跟韓國人 跟台灣人 分享我的看法 我的經驗 然後我有一個希望是 兩個國家算是 還蠻多誤會的 確實我不是什麼大的人啊 不是什麼有影響力很強的那種人 但是我覺得 看我影片的一兩個人 沒了這個誤會的話 對韓國或者對台灣 有好的想法的話 我會覺得 我已經很成功啊 我知道完全沒有誤會 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我希望 至少看我影片的人 會重新想看看關係 好難講喔 看我影片的人 希望韓國的講法是這樣子 不要戴著有顏色的眼睛看著我 我在台灣常講的話 是不要看得歪 可以直接看我影片的內容 盡量 希望 好一點的眼神 看著我影片 聽著我的想法 這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 是這樣子 我不是想要硬要改大家的想法 也不是說 不能留大家想的東西 一定要寫對 不是 只是說至少先認證 聽看看我講什麼話 至少不要看到 主題是講韓國 講台灣 就說 是在比較 是在說哪裡好 哪裡不好 這樣子誤會 好 那就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吧 好像有一點短喔 因為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形容 怎麼說明 我的想法 有一點太難講了 希望你們會了解我的意思 還有什麼想要我分享的東西的話 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我的想法的話 在下面留言給我說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 訂閱 幫我分享 掰掰 下次見 要怎麼講